嗨嗨 我是Josh 歡迎收看《價學的運動日記》 今天我們就要來實際挑戰一下空氣手槍的打法了 嘉珍教練 對於我這種完全沒有接觸過空氣手槍的新手來說 一開始我們要做的動作是什麼 我先給你一點安全的軌法 第一 我們地上這條線不能踩到 第二 槍口永遠只能對著前面 45度腳心內 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都只能45度腳 對 千萬不能指到人 現在安全規則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來教你動作 動作就是用你最舒服的姿勢 最舒服 側站 側站這樣 對 然後呢 手可以稍微舉起來做一個沮喪的動作 然後去找你的自然指向 所以我現在也是要先描一下 用眼睛去對 對 就是你的指向要在把的正中央 應該 如果找到正中央的話 就是跟中間那三條線的中間那條線 就是正中央 OK 有這條線比較好沒有 所以都是用右眼然後用右手去打 有沒有分左撇子之類的 有 我們有用過左撇子 左撇子就是會面對面 然後兩個都可以 比賽的時候 像是四眼相交的時候就會笑一下 對 OK 那我們這個動作做完之後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手就可以抓進握把裡面 但是手指頭不要先放在板機上面 OK 先這樣子抓就好 你可以直接握進去 但是十字 伸直 對 我之前看有些選手好像是還會插口袋 那是耍帥嗎 還是真的 是一個OK的動作 應該是說 因為你的手這樣垂著 其實它沒有一個支撐力的話 你會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插口袋是讓你可以有點支撐性 我現在是感覺這把槍好重 嗯 習慣就好 習慣就好 所以你們不會去特意做什麼訓練加強激勵 基本上我們就是撐槍 然後剩下部分是做核心啊 一些重訓的部分 好 我現在教你怎麼瞄準 就是呢 這個是我們的準心跟罩門 所以準心是槍的 比較靠近槍管前面的那個 對 單一個點就是這一個 對 所以罩門然後把準心放在正中間 沒錯 就可以做好瞄準 對 然後呢 要怎麼瞄拔指的十分呢 嗯 就是我們拔指放到前面去之後 大概構成這樣的形狀 這樣的圖形 我看一下 所以是要瞄在比較低的地方 對 其實因為拔指放到前面去之後 它會變得非常的小 所以呢 你就是只要瞄在黑環下緣 跟拔指的中間位置 區塊就可以了 嗯 對 但是你不要很刻意的說 你要去瞄在定點在哪一個位置上 你只要在這個區域中間晃動都可以 那教練那這種空氣手槍開槍的時候 是舉著在那邊瞄準 然後打 還是說是這樣直直的下來 然後打 它其實是 你下來之後 其實呢大概是走到一個 露出一點點小白邊的時候 你就開始在這邊晃動 那你就可以激發了 OK 對 板機就可以壓了 好 教練那這個子彈要怎麼樣做裝填 裝填呢 好 首先我們先把槍拿起來 然後你可以放在檯面上 不用拿 不不不不 就這樣子 你可以做出手機器這樣 對 然後抓好 嗯 這個呢 槍機要拉到底 拉到底之後就是 它氣已經灌進那個 它的槍的氣勢裡面 然後子彈呢 你就這樣 拿屁股 輕輕的就好 捏太大 因為捏太大力它會變形 OK 就這樣子平頭朝前 放下去 這樣子靠著就好 它一般是這樣 然後你就 這個就蓋下去 所以它是一發一發的裝填 對 它是一發一發的裝填 我有聽說它這個板機 是不是跟一般的 跟真槍比起來 是比較敏感的對不對 手槍呢 它的板機是有要求重量的 一般都在500公克以上 不能太輕 避免你碰到就誤發 是不會說碰到就即發 只是因為 它就是可能要求大家 要一定的規範 所以是超過500公克都算及格的 OK 那教練我們今天就要來試著打個即發 先試試看 能不能打在拔子上 是 OK 教練現在最重要的 在打拔之前 這個拔子到底要怎麼裝 這拔子呢 我一般個人喜好 我會把中間這個數字的部分 放在三條線的中間 正中央 然後呢 就可以送出了 喔 對 這樣拔子就在正中央 然後我剛剛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一開始 教練你有講到說 要戴那個眼鏡嘛 把這眼鏡遮住 對 那如果我是今天是第一次來體驗的 我沒有錢買那個眼鏡的話 那我是就這樣勉強遮著這樣打嗎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要不要再一支膠帶 哈哈 真的會有這樣子用法 去膠帶 你也可以就是可能 比較辛苦一點 你的手不要耍出來的擦口袋了 就這樣遮著 你覺得這樣怎麼樣 是因為 如果臂丹也會出力嗎 比較不好 就是變成你的身體有 單面 單方面的在用力 對 我試試看拿這個遮著好了 好 覺得這樣好像 可能會好一點 OK 那我們就來試個三發 好 你現在有裝子彈囉 對 那還是很可怕 然後你的腳踩線囉 推回來 把它往前推 對 往下蓋 好可怕 就是在那邊抖很久 不敢按板機 嗯 你的板機呢 就垂直的往後壓就好了 往後壓 對 它是一個很均勻的力量 往後摳 我剛剛在那邊抖很久 不知道什麼時候勾下去 沒關係 完全不知道有沒有打到 第一發都是這樣 哈哈 對 再試試看 而且我忘記用這個擋了 哈哈 對耶 完全忘記用這個擋眼睛 沒關係 等一下再試試看會不會好一點 好 也是記得要遮眼睛了 你剛打這兩發其實密度還不錯 好像都偏左上的感覺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笑槍 哦 所以這個笑槍是可以馬上笑馬上就可以接著用 很快速 對 它可以你可以邊打邊笑 哦 對 所以你們選手在平常練習的時候 也是會一邊打一邊這樣子笑槍 對 其實一般選手他就是因為 畢竟每天身體的肌力啊 什麼各方面的狀況 肌肉的喚醒程度都不太一樣 所以基本上我們每天的準心的位 就是密度都會不太一樣 對 所以我們每天都會稍微微微微的笑一下 好 那請教練來幫我調整一下 好 我剛剛已經到到底了 所以你可能再打幾發看看 好 我覺得你又打在同一個位置上了耶 真的假的 真的 可以嗎 叫回來看看 可以啊 就按一下 他就回來了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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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點心 你這樣讓我懷疑我剛剛到底有沒有轉 你剛剛真的有轉嗎 哈哈 好這就是我剛剛打完3%之後的成績了 雖然這 我封門來說應該還算蠻準的齁 其實你的密度非常好 這是選手等級的 是 那 下一期我們再試試看 想看要怎麼樣把這個慢慢的修到中間來 好 那可能再請教練來做一點示範 或者是再教我看要做怎麼樣的調整 好的 OK 那請大家下期再繼續收看我們的 架曲的運動日記 那下次見 拜拜